男人 小肃科长 我给你正式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们云湖县的政法委书记 县局党委书记 局长秦席人 这位是县局的常务副局长陈永山 我最好的兄弟之一 小肃科长 你好 秦菊 你好 向东明明告诉我说 这位秦菊已经婚配了 那么他为什么却对我抱有敌意呢 傻向东 这位秦菊明明是喜欢你啊 年龄 身材相貌 尤其是家事 最配向东 可惜 是个有夫之妇 素颜心中恍然时 看向了陈永山 小肃科长 俺以后要是来医院看病 可算是有熟人了 咱们说正式吧 今晚必须得救出段慕容 崔向东 我今晚刚得到一个消息 段慕容的行踪 在岛城发现了 什么 秦席人用最间接的表达方式 把秦老给他打电话说的那些 讲述了一遍 我怀疑为听的忽然离开 就和这件事有关 违听极有可能 连夜驱车赶往了岛城 因此我觉得 岛城那个段慕容 才有可能是真的 至于刘哥和违听 究竟是什么身份来历 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确定 他说的很有道理 陈永山满脸的失望 真正的段慕容 就在天东医院 岛城那个段慕容 是刘哥为了吸引所有人的注意 特意抛出来的烟雾弹 你凭什么这么有信心 会有这样有信心 崔向东从白大挂内 拿出了那份患者调查报告 人在清醒时 别说是 喊自己是段慕容了 就算是让那个女人 自称是王母娘娘都行 可人是做噩梦时 喊出来的话 是连她自己 都无法控制的真话 甚至我敢说 导臭那个独自下车 大喊救命的女人 在被警方找到后 会变成一个面目全非的痴呆 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彻底掩盖 她不是段慕容的真面目 但刘哥会留下足够的证据 让所有人都相信 那个痴呆就是段慕容 大力断家 找到段慕容后 大家南北搜寻她的行动 就会掩其息鼓 刘哥的犯罪集团 只是推出了几只替罪羊 就能完美地脱壳 秦夕人依旧在看报告 秦家老二媳妇的娘家 如果真就出了那个女人 百分百的 会被秦老二当作可居的习货 去和段家联姻 秦姐 那我就提前恭喜你那个大侄子 抱着美人归 你以为大理断家 都是些傻瓜吗 他们在看到 面目全非的段慕容后 就算证据再怎么充足 别忘了 还可以做DNA基因鉴定 你以为 就算大理断家确定 那个段慕容是个假货后 会对外张扬吗 在场的人都满脸不紧 你告诉我说 为了搜寻小段公主 老人家破天荒地 动用了大江南北七十余人 这次的搜寻行动 堪称史上最强 大理断家的老人 会因让老人家 耗费了那么多的心血 而非常的感动 更是心存内疚 那么 当所有人都在欢呼庆祝 终于找到段慕容之后呢 老人家得知消息后 肯定会很开心 秦局 你觉得段家 还会把段慕容 是个冒牌货的事 让老人家知道吗 秦夕仁迅速和陈永山 对望了一眼 俩人一起摇头 因此我断定 就算导成那个段慕容 是个冒牌货 段家为了去除老人家的心病 也会捏着鼻子韧下来 进而把那个冒牌货 嫁给你那个大侄子行风 当然 前提是秦家老二 能最先找到冒牌货 那我们今晚 就出那个女患者后 该怎么办 让段慕容恢复原本的模样 彻底的清醒后 再由你这个秦家大小姐 把她带去燕京 拍见老人家 唯有这样 就算老人家得知 段家被刘哥摆了一道后 才能彻底的放心 段家才会更加感激你 我们怎么做 才能让女患者 恢复本来的相貌 小宿科长 可是天东医院的三把刀之一 让女患者恢复 本来面目的任务 就交给我了 这小娘们 真水灵啊 老贺那个傻子 脑子被狗吃了吗 才会抛弃这么好的女人 便宜的催书记 好 那我们接下来 协商下具体的行动计划 五一 十二点半 如果云有那么一个男人 待着记者 哄着戒指 站在玫瑰花的海洋里 对我求婚 那该多好啊 呵呵 下辈子吧 你以为 你是小宿科长呢 嘿嘿 我就是幻想下 爱 不得不说 爱情的力量 简直大的惊人 早上我看到小宿科长时 就感觉他就是一句 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 可是现在呢 小宿科长 那叫一个生机勃勃 明媚似圣 绝对是春的使者啊 韩金花听着这些议论声 平凡的脸上浮上了 谁都看不到的不屑 走进了电梯内 十几分钟后 韩金花像往常一样 通过散布给暗处的观察员 传递了一切安全的信息后 回到了病房 愿东亚最顶尖的漂亮女人 都被传说中的刘哥掳走 都经过我的手 好好地培训下她们 只有这样 我才不会眼红她们的好身材 和漂亮脸蛋 韩金花微微凝笑拿出了震慑大理阳科的三件套后 走到床前准备观察药效是否减弱 嗯 她的脸怎么变漂亮了 她不是大理阳科 小琴琴这一拳 简直是太可怕了 谁要是娶了她 半夜都得做噩梦被吓醒 幸好这个暴力女 和我只是假扮的肩负音符关系 小姑父 祝你此生好运啊 心里避避着 崔向东和藏在另外一个衣柜里的陈永山 一起跳了出来 老陈 你这是啥意思 怕我擦枪走火 我可告诉你 我也是打到哪 枪口就指到哪的神枪手 其实你刚才借给我手枪 预防勤局偷袭这个娘们失败 让我持枪防身的行为 就是对我最大的羞辱 崔向东不满的叽叽歪歪中 陈永山已经拿出一条毛毯 包住了躺在地上的寒金花 他把寒金花扛在肩膀上 顺手把三件套装在口袋里 走向了门口 崔书记 您这是第一次碰枪吧 就知道双手紧握枪柄 食指却没放在班级圈内 幸亏秦局办事干脆利索 才没能让您用上枪 要不然 您只会拿枪指着人家 为预防意外 你继续在这假扮段慕容 老陈去顶藏 单独审讯那个女人 我和素颜去给段慕容 做恢复本色的手术 总之接下来的一切 都按照计划来 嗯 那动作 怎么特效红苍蝇呢 该死的老灭绝 一点礼貌都不懂 不过有一说一 小心擒侧我 抬着屁股的身材 确实够人 好想过去拍一巴掌了 崔向东强行压住 这做死的冲动 快不出门 累了吧 不累 手术很成功 但给他做手术的坏蛋 本时也很高超 我费了好大的力气 才找到让面皮 恢复本来的线头 只是要想让他的面部皮肤 彻底地恢复本色 至少得需要 半个多月的修养 半个月也不要紧 只要能确保 他能恢复本色就好 哦 对了 你能看出 他是被注射了什么药物 才变得那样痴呆吗 血液的化验结果 得等到明天上午才能出来 因为今晚化验 是值班的人 只能做简单的血肠规化验 但根据我的个人猜测 他的脑神经 好像被某种特殊药物 给麻痹了 在短时间内 就算能清醒 不但只是刹那间 而且还需要他坚强的毅力 他此前两次看我时 目光终全是痛苦 嘴里发出了Bob的声音之前 还不知道积攒了多久的坚强毅力 只要能把他救出来 就已经是最大的成功 康复时间 咱们多的是 崔向东刚说到这儿 电话就嘟嘟地响起 崔书记 耗时三个多小时 终于把他所知道的那些 全都问出来了 他还活着吗 您的意思呢 他还活着呢 他还活着呢 他还活着呢